欢迎收看一星玄命 一生玄命系列报道 我是马千惠 根据卫福部统计 心脏疾病一直是国人 十大死因第二名 每一年夺走超过两万条人命 谈到心脏 振兴医院院长魏征 是台湾首区一指的权威 完成台湾首例心脏移植 换过五百例心脏 他的工作就是跟死神抢人 最怕病人出事 卫生接受专访时指出 心脏疾病有年轻化趋势 也建议胆固醇摄取过多 导致心脏疾病 以及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病死的 家人最好定期检查 防范未然 处理毒品鉴定报告 移送资料 冰想到下一秒 突然从座位上倒下 陷入昏迷 一旁同事发现不对劲 纷纷上前围观 原本正常开车的司机 突然不时抚摸胸口 接着开始皱眉头 表情痛苦 才过几秒突然间 不管是追查毒品的警察小队长 或是认真开车的驾驶 都是突然凶痛 接着心机梗塞到休克 时间紧迫到连开口求救 都来不及 一个是主动脉剥離 一个是冠状动脉病变 都是常见的心脏疾病 他们都正直状元 身强体健 他自己以为他不会有病 他以为他很强壮 可是你身体再怎么强壮 当心脏一出问题的时候 其他的强壮就没有用了 逢不过无数心脏的味增 他的工作就是跟死神抢人 在满档的门诊开会行程外 现在每个月还有十几台刀 这次开刀的对象是一名70多岁的长者 心境梗塞加上冠状动脉注塞 别以为只有老年人会有心脏问题 根据卫福部统计 国内大约有145万人有心血管疾病 15岁以上的民众 每19人就有一人有心脏疾病 这类手术风险高 味增都尽量亲自上场 在台上我们往往是两个组织一试 不是一个组织一试 那目的是什么 让这个手术可以更顺利 就是我们的助手本身都是组织一试 心脏手术从上午8点进去 结束已经是下午4点 手术成功了 对70岁的魏征而言 体力是一大考验 其实我们团队的成员 其实复杂到也都可以开得很好 不过他们拥有他们帮忙 所以我可以花在手术的时间 可以减少 魏征说 他的重医路其实波折不断 当年大学联考 原本是考上中原建筑系 后来决定念国防医学院 第一个反对的是他的母亲 当时当初念国防医学院是军校 那我母亲真的是不愿意 我去念军校 因为我父亲也是军人 一家人两个当军人干嘛 就是不要两个都死掉了 因为那时候当军人还蛮危险的 医学院毕业目标是精神科 却意外走上心脏外科 他的第一个病人是一名中校 心脏外科只剩我一个人 那个时候可是有患者需要开刀的 我就跟患者讲 我说你 我还没有真正独立开过刀 要开的话你是我第一个病人 那你放心不放心我帮你开 他说我革命军长我不怕 事实证明 他没有辜负这些意外选择 魏征团队至今开过 上万例心血管疾病手术 也成功移植超过500例换新手术 我们灌的这个是心脏麻痹液 主要是保护心脏 因为这个心脏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血液工益嘛 一名14岁罹患心肌炎的女孩 和死神拔河 终于等到捐赠的心脏 靠魏征团队救回一命 这个心脏给他刚刚好 为什么因为捐赠者比他稍微大一点 这样最好 你看很有力 心脏非常好 我们是应该全世界第一个 开始用心脏麻痹液的 我们自己配 都是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要不然别人做过你就 我倒不是为了要 做什么创举 是因为实际的需要 你不这样做他病人就死了 魏征说 当年光是调配使用心脏麻痹液 手术就多救了许多人 1988年 在台湾前四例换心手术都宣告失败后 魏征以58分钟 快速从取心道一致完成 手力心脏一致成功 而这位换心的亦变存活10年 同时写下全亚洲存活最久记录 随后一路走来 他创下多个全球第一 包括手力致放全人工心脏后 成功完成心脏肾脏移植 手力自体心脏移植 手力以不输血的方式 为两岁幼童换心 以及成功移植一枚 最长缺氧13个小时的心脏 魏征换心技术享誉国际 他可以一针见血的去找到问题点 然后快速的处理 我相信这是一个天分 那也是一个 一个长时间训练的过程 曾经有一次内科做导管手术 结果心脏穿刺的过程为止偏老 主治医师不敢马管 打算紧急开刀被微针挡下 让病人少开不必要的刀 可是院长的看法不一样 他认为那个管子经过的地方 都是很结实的主治 而且没有什么重要的血管 所以你如果把那个管子 直接拔掉 也不会有什么事 所以这个就是胆识 加上专业 最重要的是 他说你们可以拔掉 有事我负责 那我们也真的拔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致团队中 有不少是跟随魏征 从三种到振兴 超过30年的好伙伴 对魏征一切为病患考量 继续学习更好的开刀技术 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看到他下刀 今天心情特别愉快 我就问他 我说老师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他讲了一句 他说我发现了 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你只要对病人好的事情 你所有的一切做法 你第一 病人有闲 病人怎么样会对病人比较好 你都不应该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和其他医院不同的是 这些心脏手术辉煌记录 几乎都是内外科共同缔造的成果 我们做支架办法 我们也是心脏内外科一起来做 这样子的话 你的成果会比较理想 病人相对是安全的 比较复杂的一些病况 两个一起讨论 一起讨论 然后有一个共识 甚至有时候把病患家属都找来 大家一起讨论 就让这些决定大家能够共享 然后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 心脏移植权威团队 同样也得面对重症人才荒的问题 大家读了一学期之后 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除了是自己的兴趣之外 当然还会再考虑到未来的生活品质 或者是一些未来的生活的因素那些的 比较说我干心脏外科 你看我开这个刀 一天开一个辛苦的钥匙 那你就做别的治疗 手术一些处置的话 可能一下三分钟五分钟做完了 结果那个拿的钱还比较多 可能就会做比较 这些未来的准医生 观摩了心脏管手术 两个多小时实习结束 对外科仍然兴趣缺缺 为了解决重症医师人才荒 微服部从2013年 开始补助五大科住院医师 每人一年12万元津贴 不过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推估 两年后 光是外科医师不足 将达到1519人 他会觉得我要做医生 我就要做个心脏外科医生 他会觉得这个是直接救命 直接救命 比较有成就感 所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医生 会进到心脏外科 看过许多从鬼门关走过的病人 尤其是没有心脏病史 却突然发病的案例 有年轻化的趋势 微真提醒 许多患者会在25岁 就出现了三高症状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作息不正常 饮食不均衡 肥胖也是对身体健康的 一大危害 尤其是家族 如果有心脏相关病史 最好定期做身体检查 你看看你的家族史 你父母兄弟姐妹 假如说 都有冠状动脉的问题 或者都有中风 这都是心脏血管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你就要比较早一点去 注意这个事情 不管是可能做检查 或者好好把血压控制好 每天众多决策等着他 从病人的治疗方向 手术应变到管理一家医院 他分享自己的体会 快乐不是因为出名 也不是赚了多少钱 你要靠这个赚钱 实在不太好赚 医生不好赚 我今天动这个手术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成功 自己也觉得很高兴 这个是医生的满足感 成就感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 我这个手术 贵珍已经是世界级名医 传闻曾经有大陆医疗机构 打算出上亿元人民币挖角 但是他仍然选择留在台湾 在第一线拯救病患 带领着团队 当全台最会开心的一生 国标舞女王刘真 今年三月因为心脏疾病 等不及换星过世 其实台湾每年有80到100人 可以等到换星 目前亚洲存活最久的换星人 就在台湾 换星至今有30年 即将打破世界纪录 我们专访李秀英谈及换星历程 当年被医院宣判 无药可救的情况下 只有卫生团队愿意救他 好不容易挨过换星手术 却又两度离癌 李秀英坚长走过 带你来看亚洲最久换星人的重生岁月 来自基永的直升机 跨破北台湾天际线 降落在内骨三种 提着装有救命心脏的冰桶 工作人员小心另一 换星手术 生死一现 却是李秀英重生唯一希望 回想那一年她才23岁 未来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是朋友 然后我妈 然后我爸 然后这是我 这是你 然后我们出来融树下 就很开心 就在吃融脸聊天 李秀英是独生女 从小独享爸妈宠爱 个性活泼 爱在田间奔跑 国小时还是跑步见将 国小参加运动会跑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 我们会跑步 我运动算还OK的 身体健康的她 从小到大积少就医 却在21岁时 一场突如起来的感冒 意外引起心肌病变 呼吸越来越困难 两年来做过无数的检查 结果都是束手无策 他就叫我爸到旁边 然后因为我离的位置 不会很弱 我就坐在轮椅上面 他跟我爸说我没救 就是可能要办出院回去这样子 觉得说好 没救就没救了 那就回家吧 不要浪费时间 李秀英的父母害怕失去女儿 还是四处求医 直到早上当时三军总医院 最年轻的外科部主任 世界知名心脏外科权威 魏珍 得到的答案 要活只能靠换新手术 他就问我们要不要 可是要你也要等 因为他是必须要配对各方面 符合的话那就是 可以顺利等到心脏 那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可能就要再等下一个 别以为夭夭无奇的等待 在三个星期后传出好消息 紧急进入开刀房 谢谢 新的心脏在胸腔里强力跳动 支撑虚弱身体维持生命力 李秀英终于能够面对镜头 轻轻挥手 摸到许久未碰的牙刷 也能下床走走 身体各项机能慢慢恢复 身旁的老父亲 终于能放下信中大使 你是跳个舞吗 没有人看你画什么 我会跳舞啊 真的 重申后 李秀英持续往前 享受工作 享受生活 也去了十几个国家旅游 我一样去游泳 我一样去滑水到滑水 我一样去爬山 我一样去跑步 你不要去认为说 我这样子的心脏 我要好好保护它 反而你这样子 会更让自己心情不好 你的生病指数就会更高 23岁的身体 而37岁的心脏 共存至今30年 如今李秀英已经是亚洲存活 最久的一位唤星人 2024年更将破纪录 成为全世界存活时间最长的心脏移植者 所以我还蛮感谢就是这位就是算大哥 他37岁 然后就是捐这个心脏给我 然后让我们现在活到现在 拥有稳定的工作 活得自由 活得快乐 但唯一的遗憾就是 每天必吃的抗排制药物 导致他难以正常怀孕 拥有自己的孩子 你吃药你的药会影响到你的胎儿 就像你怀孕 你也不能乱吃药吧 然后可能会基因突变 以前刚开始会啦 就是会觉得好遗憾喔 我自己那么喜欢小孩 可是就没有小孩 我很想要穿婚纱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穿婚纱 可能我想要的 可能就没有的同时 到了某个年龄 你就会转一个想法 就是说可能就是 我一直讲缘分 就是没有嘛 那没有 没关系 那你就把别人的小孩当小孩 别人在结婚的时候 你就会祝福他 觉得很开心 根据医学研究 抗排制药物会透过胎盘进入胎儿 药物在新生儿的体内 浓度是成人的一半 对胎儿脑部 心脏和肾脏会有不良影响 加上怀孕会造成心脏负担 医学界普遍认为 心脏瘀之后 生小孩这件事 对母亲和胎儿都相当危险 在使用这个药物 抗排制药物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 不要让病人产生的并发症 比如说感染啊 或者是排斥的问题 身体的免疫力降低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有癌症 走过了换星 李修英每年定期检查 却在2014年 发现罹患子宫颈癌 没多久 乳癌也早上门 还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但免疫功能低下的状况 随时得面对病毒侵袭 因为器官移植 每天必吃的抗排之药 可维持心脏不受排斥 后遗症却是小病不断 她进出医院就像走厨房 但李修英不后悔 因为有心自己才能拥有 游喜有悲的人生 真正的活过一回 因为转念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不然一个人他可能会在那个胡同在那里 那你要用最快的速度恢复 因为你的生活毕竟还是要复 曼妙武姿翩翩起舞 国标女王刘真生前呼吸会喘 因为发现主动脉半膜狭窄 国人有这样的问题估计有10万人 一般是先天性或发生在身体老化后 这里的问题 这个主动脉半膜在这里 有这种半膜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造成它的血流动力方面产生这种 对心脏产生影响 对循环成影响的时候 有鉴于换心或心脏疾病手术 血管缝合不但费时 而且容易撕裂出血 为之团队进一步研发人工血管接缓 提高手术成功几率 当初我去设计这个东西 主要目的是救我自己 我才可以下的手术台 原来医生技术再好 也会遇到主动脉缝不起来 甚至影响手术成败 卫生团队想到的点子 蒙不住就用绑的 研发钛金属环 为了验证 卫生常常周末和团队 前往苗栗竹南的 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 先用猪肢进行主动脉手术 使用人工血管接缓 还要确保猪肢存活 7年后通过了台湾和美国审查 改写心脏手术史 这项专利也开放国内外医疗院所使用 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当中 以主动脉剥離最棘手 如果不手术 48小时的死亡率达到了5成 不过像这样子 一个不到十元大小硬币的 钛金属环 它可以让这个血管的结合时间 从原本的半小时 缩短到2分钟 也可以让手术的成功率 从原本的7成提高到9成5 全台每年约有80到100人 接受心脏移植 卫生说全台换新人 10年的存活率约有5成 虽然手术后 人生仍有可能骤然画下休止符 却是等待换新者 重活一次的希望 台大医院整形外科名医 黄慧夫 曾经为八仙陈报 20名伤患 成功进行手术 没想到 12年前 为一名少年动手术 发生医疗纠纷 黄慧夫早控 业务过失致重伤害罪 日前终于获判无罪 在医界掀起热议 根据微服部统计 近三年医疗纠纷案件 平均一天就有一件 其中八成起因 医病沟通不良 有鉴于此 各大医院相继 推出医病共享决策 和以往看病最大的不同 病患能够和医生 共同决定医疗决策 你好 我是小威 然后我在日间病房 已经有很长 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 初见小威 看起来就像一般人 她被诊断是 思觉失调症患者 也是三种实施 医病共享决策 第一批试用的对象 为了保护当事人 我们用变因处理 其实我以前 并不知道有打针的症迹 是因为这一阵子 到医病共享决策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有的人可以选择打针 然后来不要吃这么多的药 其实以前的就是 传统的习惯都是 医生说你要打长孝针 然后病人就得被动的接受 那就是打长孝针 然后如果没有提长孝针 那病人可能根本就不晓得 长孝针这个选择的存在 思觉失调症 是一种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治疗 以往大多透过吃药 如果停止药物治疗 很容易复发 晓辉说 自己一天最多可以吃下 近30颗药物 直到有一次回诊 他照着医院SDM的流程 也就是医病共享决策 医生第一次告诉他 除了吃药 还有其他选择 他可以选择口服药 或者选择长孝针 那这两个其实 在比较上面 我们都给他实证的证据 提供给他 他哪一个药物是有好处 有优点缺点 然后让他自己依据他的偏好 再去做决定 因为门诊时间有限 换个案管理师接手 以图表辅助的工具 让小薇更深入了解 该选择口服药 还是打长孝针 这些东西我会实际 请他跟我讲 他过往的经验 吃了哪些药 他有时候会跟你讲说 我吃的是这颗 有时候吃这颗 为什么会换这颗 我会去引导他 当初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做换药 接下来 也是执行SDM最关键的步骤 可以透过医院辅助表格 四个步骤 帮助病患做选择 第一步骤 先告诉你口服药和打针 一定获得实证的优缺点 第二步骤 调查病患在意的事项 包括可不可以每天服药 可不可以接受药物的副作用 会不会害怕打针 家人支不支持等等项目 第三步骤 再次的确认病患 对于治疗方式是不是真的了解 最后确认病患的选择 有没有遇到困难 我们这个SDM都是用嘴巴讲的 用嘴巴讲 但是你要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 那再来就是说你可以操作 还有就是现在用手机用APP 你可以直接让病人点点点 你就会知道说他 他到底他的偏好是什么东西 那这需要工具 因为SDM有受尊重的一个过程 甚至我们会请他们家人一起来 看看针剂是什么 口服药有哪些 一起来做决策 让我头次感觉到说 我可以选择我要吃药或者是打针 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他很鼓励我 说去用针剂去替代掉 过多的药物 三种总共有113位 像小薇这样 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他们参与了SDM 也就是医病共享决策 结果统计还有发现 他们的再复发率 也就是再住院的这个情况 从以往的4成 降低到2成8 就不会觉得说好像 医生做完选择 就是病病失业 对 有时候有的人会这样子反感 所以他反而回诊率 或者是他的配合度 因为再回来打针 或再回来吃药 是看门诊 然后会大大的提高他的回诊率 以三种为例 院方支持医病共享决策 不仅精神科 其他医科也推 不但医疗品质提升 SDM的辅助工具 也接连获奖 我们这几年 比较重大的医疗就分 就是金额要求庞大 或者甚至有形式告诉的这些 的确下降 其实如果你认真的来推 的确内化以后产生一种文化 对整个医病的关系 医疗的结果跟品质 其实是会提升的 17号鱼房浴宴 你这边请坐 余大姐在大厂来开刀后 跟定期回诊大厂进检查 不同于以往 医生说了算 这次她可以自己选择检查方式 一般无痛的 还是减痛的 还是传统的 它的一些差异 优点 缺点 要注意的事项 疫情你最初做的都没这样说 对吗 没没没 那我们现在就是新推出这种 这叫做医病共享决策的辅助表 那我们现在就有这种 有书面的 也有那个电子的 有文件 以前我就都 你就 犯例是开刀后 我就去楼上 楼上讲一讲 你怎么做过 你怎么开刀过 就这样讲一讲而已 以往事实上门诊医事上 平常是非常忙碌的 我们没有时间 做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说 有这样一个工具的话 也可以让病人 就在诊监外面 先慢慢的想一下看一下 如果如果痛不痛我会怕 以往传统大肠镜检查 很不舒服 于大姐现在想要选择无痛 又怕麻醉有风险 这些疑问 依照SDM的流程 医院安排麻醉科人员事宜 麻醉科医师都会一直陪着你 然后一直到检查结束 我们现在的说明会更清楚一点 在部分的病人 他还是有危险性存在的 那所以由麻醉科医师来做 这个危险性可以cover掉 原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说明 民众到医院做大肠镜 会很清楚三种选择有缺点 让病患依照自己的需求 选择舒适 兼具安全的检查 医院他要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把这个共享决策模式 整个融合到 我照顧的过程当中 以藉用长庚医院来说 每年大概就有1万人次 做大肠镜检查 解说需求大 为了降低门诊负担 除了表格或手机等 解说辅助工具 更增加麻醉科数前评估 大幅降低客数 张婆婆也说他饿了一整天 对 这些东西我们列在表格上面的时候 他就比较清楚 这些都是他享受到无痛服务的时候 或减痛服务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 一些要知道的 不方便的地方 你不了解我可以再解释一次 所以透过这样子不断的一个沟通 并且不会就说 我花了这个冤枉钱 花了这可能没有效 或者说就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结果 SDM能不能推成功 低线的医师也是重要的关键 台湾现行的医疗制度下 大医院的主治医师 一个门诊可能要看50人 平均给每个病患的时间 3到4分钟 他要推医病共享决策 对医师压力不小 过去医病的沟通 都比较父权式的 单向式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 慢慢的 病人也会要求说 第一个对这些治疗的过程 他会需要了解得更清楚 当你碰到一个力量纠纷的时候 你现在花了一点点时间 也许多花5分10分钟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 当你碰到医疗纠纷的时候 你是要花几天 或是花几个月 或是花上年来做这个诉讼的时候 你觉得花的时间 哪一个比较少 哪一个成本又是比较少 根据卫福部统计 近三年医疗纠纷案件 每年都有300多件 和以往400多件相比 虽然有减少 但是平均一天一件 而且大都起因医病沟通不良 一旦进入了诉讼程序 对医病双方都是折磨 12年来的辛苦 12年来的接纳 没有人可以体会 没有人可以了解 台大指行外科 民医黄慧夫 12年前因为医疗纠纷 被告获失致重伤害罪 二审判四个月徒刑 直到2019年12月19号 逆转无罪 也成为国内首届 医疗再审翻案成功的案例 在我当医生的过程当中 好几次我把病抹击退 把病人治疗好 比的确确有很高兴 但是这些高兴都没有办法 挽回一次的司法制度 一个不公平的审判 司法制度的责任 1 2 3 不要撞到上面 手上跳 手上跳 2015年八星惩暴事件 20名烧烫伤病患送到台大急救 大都有生命危险 当时开刀的主治医师 就是黄慧夫 一整晚几乎没合眼 总算救回所有病患 当时我还有医疗的热忱的时候 就算差个三秒五秒 我也认为我应该要帮病人 去多争取三秒到五秒的机会 医师的工作是救人 也是黄慧夫信守的职责 没想到2008年 黄慧夫第一名无照驾驶出车祸 右小腿重伤的少年动手术 五天后少年自行转院 却发现小腿持续内出血 认定组织坏死 最终导致截肢 家属控告黄医师业务过失 致重伤害罪 一审无罪 二审当时判刑四个月 对一个医生而言 名誉是非常重要的 10年前我头发不是这么白 这10年来我头发都白了 虽然是轻罪 但是连带影响医院升迁 禁修 甚至当时原本好几个研究案 全都无疾而终 是不是我们在救病人之前 想要把自己的防御力做好 先保护好自己 而这个保护自己 你是做司法性的防御 而不是病魔性的防御 这听起来就更可笑了 即使最终司法环黄医师清白 但是对医病双方而言 诉讼结果没有赢家 医师甚至可能失去热情 采取防御性医疗 以免被告 目前医界发起的医病共享决策 有助于翻转冰冷的医病关系 尤其是我们会进行这个 SDM这些项目 通常都是比较要紧的 牵涉到比较重大的手术 比较昂贵的药品 或者是牵涉到很多生与死的抉择 那这些时候 这个就不是说 可以把这个责任 推到医护人员这边来 甚至有些决定 那个家属 他还要跟他自己的家属里面的 其他的家属做决定 共享决策是医病互动的平台 医生提供各种治疗的方案 病患提出喜好和价值观 双方交换资讯讨论 共同决定可行的治疗方式 以达到医病双赢的目的